跟大家介紹Cloud Animator沒有的功能 這個其實我們 一般在做動畫的時候常常看到的 也就是你現在一個場景是不是長這樣之類 你有沒有注意到我們左手邊這裡 好像有一個鏡頭 你如果沒有看到你可以按一下這個 有沒有按一下打開按一下收起來 好我們看一下 預設鏡頭就是這麼大 那你看喔它有加號 看你要到哪裡加 按一下 我就來這邊添加鏡頭 這裡 你有沒有發現我們上面這裡 好像有多了一顆聖經 那這個會有什麼概念呢 來我往後一點 點到這邊 你有沒有發現在做什麼事情 我們有沒有把它拉近一點 所以你今天點到它 你哎我不只要看到這裡喔 我要看到 它嘴巴在講話這裡 好所以 一開始是這樣 跑到這裡來之後 有沒有入印進來了 對不對 我雖然是同一個場景 可是 我可能要講的內容 我要讓你看得比較清楚一點 我就把鏡頭拉近 因為各位不要忘記 請問這裡是不是向亮的 所以向亮放大縮小是不是不失真 就這樣進來就好啦 所以你今天要幾個鏡頭 講完了我想要再怎麼樣 再退出去 你可以直接用 預設的 有沒有這裡有內建的 這兩個 為什麼現在會有兩個 因為這裡一個 是不是這裡一個 這樣你就可以變成一樣的 比如說講完了我要再退回去 我就 漠視鏡頭 好 所以 回來 有沒有人都退回來了 所以你可以像這樣 那也可以移動喔 比如說我再增加一個 好 進來了 這是第3個 那我就點到這個鏡頭3 稍微把它拉過來一點 拉過來一點 一開始 你這樣講完 好 那我把它往那邊移動一點 講完了之後呢 再怎麼樣 再往右邊移動一點 一樣是這個鏡頭3 好點到它 鏡頭4對不對 好過來這邊 你就過到 這裡來 等我一下 鏡頭4 是跑去哪裡了 在這邊 4在這裡 我就把它移過來 所以呢如果我們這樣的話呢 就會有什麼 平移的效果 你過來這邊了 然後呢 我就移過來 有沒有 這也可以啊 這樣子你動畫是不是有更多 選項可以用 那 你在內容安排上就比較方便 當然我 會建議各位 同一個 這個所謂的場景 不要做太長太複雜的動畫 知道為什麼嗎 改的時候你就是要痛苦啊 因為 塗層很多你是要拉拉去的 實踐場是要拉拉去的 所以要善用一個東西叫做什麼 場景 這種 我們把它稱作 小電影 可以嗎 你大的電影就是 有很多的小電影組合起來的 對不對 那萬一哪一個 需要 有問題的 你就按著它 按著你就可以調整它的順序啊 請問可不可以像這樣調整順序 可以或者要修改它是不是就變得比較簡單 你把它弄得很長 你會後悔是因為 萬一你中間也會對它拿掉 這是千里法要動全身 所以 這個是 你在使用 要稍微留意一下的 它不像Color Animator 它就是限制 一個時代就30秒 所以你也不可能弄太長 但是這邊有可能會一直做下去 好這個就是各位要稍微留意一下的 好那你如果做好了 當然不要忘記 這個把它保存一下你的專案檔 你就先把它儲存起來 等一下我們再看怎麼樣發佈跟輸出 好不好 來還給你 所以我剛剛講的就是那個鏡頭的功能 因為 鏡頭 在我們做動畫的時候是真的 很好用的一個 東西 即使是同一個場景 我透過RuneInRuna 就可以有不一樣的 改變 來吧